上回书说到尾小宝 带着手下几个人到杨柳胡同去兴师问津 没想到 沐王府的人越来越多了 尾小宝知道动起手来 就难以取胜了 尾小宝嘴里就嚷上了 啊对 咱们大伙儿啊 买点盐宝 买点蜡烛 咱们回来 给洗顿磕个头吧 他嘴里说着他转身行往外走 想带着手下人溜之大吉 白老二一看 你们想逃吗 没那么容易吧 他抽上前去 举起了腰掌 就奔着樊杠的后心就拍去了 樊杠也是武林高手啊 一回头 谁逃了 举举左哥们儿躺开了 他并不还起 全边这些人全都站住 这说尾小宝已然一只脚漫出了门槛了 这个信息的 就问白寒风 白二弟 这几位是谁 说在下眼神不认识 他们呢 天地会的狗东西 我哥哥 哥哥 这让他们给害死了 白老二这句话也说出来 本来扶着大哭的人 全都起来了 超过两边 当时就把来客团团围终 就连马伯仁 遥春的衣笑 王武通 这四位天地会请来的客人 也给困在核心里 王武通 哈哈大笑 我说马大哥呀 兄弟姚大夫 怎么什么时候入的天敌会呀 就凭咱们这几个人的德行 只怕给天敌会朋友们提携 也不配吧 沐老虎姓姓的 这么连喊着一天 双手抱传 几位 不是天敌会的吗 这位姚大夫 是不是 明会春季啊 在下姓孙明刚 别知白家大兄弟 不幸声忙的讯息 从万平赶来 伤痛之下 未得请教 多有失礼 说着 从所有的人 挨着个儿的 租一行礼 马悟通赶紧抱拳先还 啊 好说好说 尚手姬姓名不虚传 果然是位 有见识 有气度的英雄 当时 就给众人一一引荐 第一个 当然引荐的是伟小宝 这位是天敌会 清部堂的伟乡主 苏刚是个成为名的人物 他知道 天敌会 一共分为十堂 每一堂的乡主 都是身负职义的英雄豪杰 可是今天一看见伟乡主 是个乳心未干的富家少年 觉得非常奇怪 但是脸上 并不动声色 冲着伟小宝一抱拳 久仰久仰 伟小宝车里下都笑出来了 抱拳相还 从门边望回走 哎 你久仰了什么呀 苏刚一样了 在下久仰 天敌会 食堂相主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原来是这么回事 苏刚一看 那个伟小宝的神情 气得敌过 这个小相主 怎么油腔滑掉的 这时候 王国通 又给其余的人 全都引荐了 苏刚 也给他同来的最后人引荐了 其中 两个是个师弟 三个人 是白水兄弟的师兄弟 还有几个 是苏刚的徒弟 白寒松的夫人 趴在丈夫的尸手上痛哭 白寒松的夫人呢 一边哭 一边怯 这几个女人 没过来相见 姚春就说话了 白二侠 到底白大侠 为了什么事 跟天地会 发生争吵 白尔侠 是不是说出来听听了 原来 木王府在武林中 是人所供养的 天地会的会归 也是非常严的 都不是 蛮不讲理的人 天下 任何事情 抬不过一个理子 今天的事 也不是单凭打架 动武 就能了结的 您看见没有 这位 马老师 雷兄弟 王总标筹 还有在下 跟双方就算没有交情 也都算是 不明的朋友 白二侠 能不能冲到 我们哥几个的 一点博便 说说其中的缘由 王武通 也在旁边说 不瞒众伟说 天地会的朋友们 的的确确 不知道白大侠 到底因为什么去世 否则的话 他们也不会 到门上来 自讨没趣吧 哦 苏刚点了点头 可是 既然这么说 伟乡主和众位朋友 到这儿 又是为什么呢 王武通说 咱们真人面前 可不说假话 天地会的朋友说了 他们徐天川 徐大哥 给慕王府的朋友 打得伸手重伤 依然说不出话来 生命嘛 可能都要不保 所以他们约了 我们几个人 同一来到贵处 想问一问 其中的原因 哦 这么说 各位 是心事问质 哎 王武通 摆了摆手 这个可不敢当 我们几个在江湖上 混口饭吃 全帐朋友 给面子 是非曲直 自有公论 谁也不能为了良心 说瞎话 苏刚点了点头 对 王总叼头 说得对 请各位到 厅上说话吧 众人要重新 来到大厅 苏刚 让他的师弟 跟徒弟们 收起了冰 这白老二 仍然手中 握紧了钢刀 苏刚 请大家入座了 白二弟 当时的实际情况 你是不是 能跟大家说说呀 啊 白老二叹了一口气 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前天下午 白寒松 白寒风 他们哥儿俩在天桥的 一家酒楼上喝酒 突然间 上的四名家丁 后边是一位关闻 这四个家丁的神奇 让人非常讨厌 到酒楼上 要酒 要菜 说的是云南话 因为木王府的人 大部分都是云南人 所以白姐哥儿俩呢 一听他们说云南话 就看着他们一眼 这四名家丁 跟这个官 坐在这儿 吃酒等菜 听见白寒松 白寒风说话了 一听 他们也是云南人 哎 就过去 请他们哥儿俩 坐着一块喝酒 这白姐哥儿俩呢 离开云南 不少日子呢 挺想打听打听 家乡的情况 怎么一聊呢 知道这个官 姓名叫卢一锋 原来是西选官 奉了吴三贵的委派 到屈井县坐之县 按理说呢 他是云南大理人 云南人不能在本省 坐着地方官 不过这卢一锋说呀 我呀 是平西王委派的 想在本省坐官 就在本省坐官 因为什么 人家平西王 为朝廷立起大功了 满清能夺江山 成长的平西王的功劳 朝廷那得给平西王的面子 平西王做什么事 皇上向来不敢搏 就在这个酒楼上 鸡脚盖上还坐着一位 这个人 这是天敌会在天长 卖高游的徐天川 徐天川呢 他当然很无相规 他一听他说这话 就抬头看了一眼 那西选的官员 这卢一锋啊 在这儿吹 本省坐本省的官 那更是造福桑子 徐天川一听这句话 憋不住了 他在旁边插嘴了 啊 本省人做本省人的官 刮起地皮里 可就更方便的多 李易峰一听这句话 是勃然大闹 啪 一拍桌子 转过头来 他一看说话的是 一个歪腰驱步的脑头 如貌猥琐 在桌子上放着一只药箱 椅子旁边插着一面 高药齐 是个慢药的脑头 某一锋双眼一动 你这个老不死的 你活生什么的 过去 把他给我捉住 送到地方上 打他四十大板 还反了呀 徐天川在旁边 看着某一锋 大老爷 你这么大声的嚷嚷 不怕吃力吗 啊 我送你一天高药贴对吧 说着话 他从药箱里头 取出一片高药来 商长一夹这高药 就把这本来 合着的高药给拉平 不简单 因为这高药中间 有药膏 是硬接在一块儿的 你要画这高药 总得用火 把他烘焙半天 才能拉着开 只见这个徐天川 在两掌之间 把这高药这么一加 一会儿的功夫就用力一力 把这高药 烘热了 当他把高药拉平了之后 这药膏是恶气腾腾 努力风却没看见 他还是催手下家丁 快快快 给我拿着 徐天川呢 撑底下过去了 那个家丁呢 奉努力风之命 也跟徐天川来了 俩人碰上面 徐天川就跟着家丁说 怎么着 你要高药吗 这个家丁还没说话呢 徐天川就把这高药 往这个努力风 家丁的手上 那么一放 这家丁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这老狗 你干什么你 徐天川就轻轻的 往这家丁的手背上一推 这个家丁不自主的 往回一转 啪 一抖手 这张热红冰的高药 正好贴在 吴努力风的嘴上 这老狗 这嘴上高药风的 他身手就拉了 徐天川 人称八笔人猴 就瞧见徐天川 一晃身行 就推吴努力风手下的 四名家丁 他嘴里说了一句 这呀 帮着你们大老爷吧 这四个家丁啊 鬼使神套 你一掌 我一掌 你一掌 我一掌 啪啪啪啪 全头打他们的主人 卢一风 哎呦 这四名家丁在这一打 这打被袁侯徐天川 在他们后边 使尽了内力 双手去推 但是手 并没挨着这四名家丁的手 在场的吃饭的 还有这四名家丁 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唯独这白氏弟兄 在旁边吃饭看出来了 了不得 这人的内功太强了 徐天川用内功 推着四个人家丁的手 这八只手掌 就要打着自己的主人 奴一风 打着他的面皮 是要活要肿 鲜血淋漓 徐天川还打不打 哎呦 打不得打不得 你们这些大老爷 你们打不得呀 你们这些大胆的奴海 哎呀 就打死你们老爷来了 徐天川 在他们四个人身后 跳来跳去 就活成了一只大猴子 看着他好像是连躲带闪 其实都是他用的劲 这四名嘉宾啊 还以为撞上鞋撞上鬼的呢 说什么也不明白 自个儿怎么生仇 打自个儿的老爷 可是一看手掌上 全都是鲜血 不假呀 打着打着 这个徐天川一车劲 这四个人他停了手 逮着一会儿 扶着自己这位官老爷 赶紧就走了 白师弟兄 非常赞成 徐天川的本事 但是不认识徐天川 这时候酒楼上 桌子也倒了 椅子也倒了 也损坏了不少瓷器 这白的老大呢 就把掌柜的叫来了 来来来 刚才这一阵打 伤了你们多少东西 账算到我的头上 您这位老兄的酒钱 我也得付了 这是江湖上的朋友吗 徐天川一看 赶紧过来十里 哎呀 惭愧得很了 啊 久目 清风 弦乔乔子的英明 千败 幸会 这白色哥俩一听 赶紧这位任的 我们两个人 哎呦 惭愧得很 请问 老爷子真姓大名 啊 在下徐天川 一时沉不住气 在你们兄弟面前 搬门用柔 真是让你们二位 见笑 白姐哥俩 可不知道 徐天川 是什么来头 反正他打了 无想鬼 吸血的关 当然是一个道上的 这样 三个人 客气了一番 就坐在一块喝酒 越说 越投机 越聊 越对付 白姐哥俩就约徐天川 到他们家中来吃酒 没想到家中摆上 风风盛盛的酒宴 谈话之间 说着说着 当然就提起了 反村复明的事情 双方争起来了 说将来恢复民逃了 到底是拥戴唐王 还是拥戴贵王 两派的人 就在这争起来 越争 脸越红 越争 这气儿越大 双方剑拔弩张了 能在家里动手吗 这白石弟兄 上路之下 就约着个徐天川 到天坛去溜 到了晚上 三个人在天坛 见了面 一动手 白姐哥俩 打一个 最后白老大死了 徐天川 是身受重伤 白老二把他经过一说 孙刚叹了一口气 我明白了 这场纷争 是由此而起 嗯 好 闲针道人 听着干啥呢 白二侠 能不能 把你们三个人 动手的周术 详详细细 输一遍 到武林高手面前 这白老二不能赖 只好把他们三个人 动武的经过 一朝一世 说了个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在场的可全都是武林高手 都听清楚 前真道人一回头 跟天敌会当中 有一个姓风的说 风二弟 白二侠刚才所说的那几章 咱们哥俩 笔或笔 这个姓风的 姓风 双字寄终 长得 是貌不惊人 吐里吐去的 昨天他在回春堂的地窖里头 让人引荐之后 他没说过一句话 因为他长得 就这模样 也不引人注意 所以魏小宝对他根本没留神 其实这个人 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特殊人物 风几中听完玄珍道人的话 点了键头 乡掌轰飘飘的 就被那玄珍道人拍出来 玄珍左掌望出一架 身体一缩 两只手的五个手指 都拿成了爪子 大家伙知道 他显然是在模仿 八壁人猴 徐天川的架势 只见风几中 左足一点 伸着望向一夜 从半旋空中 望下一扑 摇春一看 一条大只 好 好一招 龙腾火 他的声音还没落 玄珍道人 鞋身闪开了 坐在这个时候 风几中好快的身形 踏了一下 就抢到玄珍的身前 左腿向右横扫 右臂向左横脸 正是白寒风 刚才说的那一招 横扫千俊 这个风几中 一个人 化为了两个人的身形 刚刚使完 白寒风的一招 龙腾虎掠 跟着就一身换位 抢到玄珍道人身前 使出了白老大那招 横扫千俊 他身形这么快 实在是让人没法想 他怎么这么好的武功啊 住人提心喝才好 玄珍望回一缩 身子一拢 就奔着 风几中 怀中撞起来 风几中 双掌急着一推 就按住了 玄珍道人的胸口 哈哈 你输 就在这个时候 还没说出来呢 玄珍右拳 就击在风几中的胸口 左掌拍拍的小肚子 两个人 全合掌 都放在对方的身上 拧住不动了 玄珍看了一眼白老二 白二侠 当时的情景 是不是这样 这个白老二还没回答呢 风几中身处一晃 就闪到了玄珍背后 双掌从自己脸面右侧 啪 往下指着一劈 须着一点 玄珍道人的后心 说了一声 高产流水 可这两个手掌 并没有碰到 玄珍的身上 这人眼前 穿这么一花 突然间 又看见 这个风几中 已然站在玄珍的面前 双掌 按住了他的胸口 让玄珍的船 和掌 按住了自己的肚子 又恢复到 心存的姿势 他一个人 比划两个人 忽来忽去 这身形 除了尾小宝 不懂的武术之外 在座的可全都是 见多识广的人 风几中就这样 迅速 无人的身手 恐怕他们见 都没见过 大家伙 又敬佩 又害怕 可都明白了 风几中的用意 当时呢 十天川 是以一敌二 敌住了白大侠 白二侠两个人 情是心鲜无比 倘若这时候 对白寒松手下 稍微流行 只怕身背后 就南投 白老二的 高山流水 这一招 所以玄珍刀 这个时候 问了一声 白二侠 当时的情景 是不是这样 白寒风 当然点破了 当时兄弟两个人 同时打 徐天川一个人 就是这种情景 他心里 佩服着 风几中的武功 但是 面如死灰 只能缓缓的 点点头 大家可瞧着 对风几中的生法 吐起鼓落 使人 够神神弛 他一个人 比获白大侠 白二侠 两个人 手法身法 一点错误都没有 这白老二 佩服着什么呢 这个人 使出的招数 好像跟自己 师父教的一样 龙童虎叶 高山流水 横扫千军三岗 那是我 沐嘉诚的 著名招数 他 他到底是谁呢 身法 为什么这么快呢 不但他糊涂 尾小宝顾名的 在座的人都十分的惊讶 这是哪儿出来的武林高手 到底风几中是何路人也 下回再说 我还没见过 感谢观看